好了嗎? 來,把你的講義打開 我先上感官動詞那一章 因為我們這顆在上的 其實這顆有兩個文法中文 一個是感官動詞 一個是反身代語詞 那我就先上感官動詞 感官動詞 你看我這張圖片 其實應該大概就知道了 那感官動詞總共有幾個? 記得喔,寫三看 兩批 一感覺 你注意 那中間有兩個例外的 我們等一下再寫 所以三二一加一 三看兩批 不是三方兩批喔 但看兩不一 感覺也注意 所以,感官動詞的部分 來,開始了 通常我們的感官動詞 其實是類似我們人 問我們的感官 用我們的知覺 去看阿 聽阿 感覺阿 刮起來 就這一個 所以,第一個 你們要寫上去 看 聽 或者是感覺 一個人的動作 那因為這個人 或是這個護的動作 有時候是當下正在發生 有時候是早就已經是發生完 是一個事實 所以呢,這些呢 都叫做感官動詞 你知道嗎? 來,所以譬如說第一句 我第一個 我看到Linda 在教學的話 我看到,請問看到了沒? 看到了 所以主詞是 I 動詞是 SO SO的 Linda 好,那因為你看到他 正在做什麼 對不對 I SO LIDA 那因為這個是 當下正在發生 所以我們就加 NG 不過你這個NG 可以括號 我括號都不好 找個相比差 不好意思喔 的括號 括號到哪裡 把NG括號起來 的確 有時候呢 你如果強調的是 當下正在發生 你就加NG 如果沒有 你用原型也對 那這兩個 擦在哪裡 等一下會寫到 I SO LIDA WATERING 的FLOWERS 那記得加S 是因為一看眼睛 當頭花符子一朵 好,再來 時間看第二個 所以我們的兩個動詞呢 再複習一次 就是三看兩聽 一感覺 一注意 可是你買公寓 一定是三房兩聽一位浴 三房兩聽一位浴 大部分是這樣 可是現在大部分呢 因為小家庭的關係 所以不到 到不至於是一個衛浴 應該是少了兩個 那種套房就可能就一個衛浴 所以你可以抓那個諧音 三看兩聽 三放兩聽 所以三個看 就是Z WATCH跟LOOK AT 好,那也因為這樣 你把這個LOOK 拉出來寫 因為我在第三課學到的時候 其實你曾經學到LOOK 只是LOOK呢 它當時 並不叫改觀動詞 還記得當時我們第三課學到的LOOK 叫做什麼詞嗎 對 它叫連綴動詞 對 所以你如果沒有AT的時候 沒有AT的時候 它叫做連綴動詞 連綴 那連綴動詞跟第四課的夫子又不一樣了 因為連綴動詞呢 它強調的是一個人的狀態 所以連綴動詞後面呢 它接著會是一個形容詞 連綴動詞後面接的是一個形容詞 譬如說You look sad 那接著是形容詞 那有LOOK AT的時候 就會變改觀 第二個叫LOOK 第二個呢 叫做LOOK 第二個呢 叫做LISTEN TO 記得喔 LISTEN TO喔 那我們第三課學到的呢 是SOUND 是連綴動詞 SOUND 所以我們有看起來 聞起來 聽起來 嘗起來 跟感覺起來 不過這個SOUND 一樣是連綴 好 好啦 再來一個感覺 叫做FEEL 不過FEEL呢 它也可以這樣子的話 它在當時 的確也叫連綴動詞 譬如說I feel cold 我覺得好冷 可以 那在這一課呢 選到的是 感受到一件事情 感受到一個人 當時的動作 所以它兩個強調的物理 最後一個叫一個注意 那注意呢 英文叫做LONTES OK喔 嘴三看 兩一 一感覺 別注意 那這個呢 除了這幾個之外 來寫兩個 有其中兩個呢 也歸類在所謂的感官動詞 還記得哪兩個嗎 第一個 FIND 就是我們的文章裡面有提到的 第二個 叫做 SMELL 所以SMELL你們之前 誰倒是連綴了 那這兩個 為什麼我不寫在這裡 因為它後面 只有一個答案 它不可以原寫NG 它只能NG 那感官動詞呢 它是原型也可以 我寫在這裡 它原型也可以 NG也可以 所以呢 另外那兩個 我不把它歸類在一起 是因為 它們不太一樣 還是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感官動詞 後面接的呢 一定是受詞 或是受詞它做的動作 所以後面接的會是 圓形 那圓形的地方 包寫的事實 強調是一個事實 所以它通常發生完了 第二個呢 現在分詞 就是加NG 那既然加了NG 一定是當時正在 它強調正在發生 當下正在 所以這是兩個 其實文法公主算錯 只是它強調的東西不一樣 OK 好來 所以感官動詞的句型呢 我就往下頁囉 好 所以我們的順序呢 一定是主動受詞 只是這個服語 你要背注一下 這個服語 自己寫 這是主詞 加感官動詞 加受詞 加服語 那只是這個服語呢 它是可以用原型動詞 或是現在分詞來用 所以這題的答案 我會喜歡看Jeremy 就是喜歡看您說好打籃球 叫I like to watch 那你看誰 當然就是看Jeremy 只是呢 因為你是看他正在打籃球 還是看他打籃球 這個詩詩 那你只要看你自己的語意 那這裡應該是他一個詩詩 所以我們就用原型 OK喔 所以這個服語 我剛剛講一不是跟你寫的一跟二嗎 一就是請你接原型 二就是請你寫現在分詞 我的講義的後面 我可以跟你講說 我的服語的意思 什麼叫服語 就是他當他的動作 他當下的狀況 所以可以是原型 可以是Ig 可是兩個意思還是像你心裡不一樣 原型是事實 Ing是正在發生 所以第一題我講完了喔 有人還沒跟上 我第一題已經在這裡囉 再來第二題我就不等了 再來 所以第二題呢 我看到Kevin在街上跳舞 那這個呢 如果是當時正在發生 你就叫Ig 所以我一送 我可以咬 我看到了 所以發生了 可是看到那個當時 他的確正在做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Ig 一括號 可以喔 如果是正在發生 你就用dancing 你強調這是一個事實 你就用dance 所以文法都對 意思一點點 小聲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兩個答案 你就看他語意 可是有一個狀況 一定要加ng 還記得嗎 什麼時候這個服語 一定要加ng 對 講關動詞本身 他加ng了 對不對 那當然他的後面 一定就是正在發生 他就一定加ng 這個是我們比較會這樣子用的方式 好 再來第三題 我昨天聽到Linda哭了 那因為我聽到他哭了 那我是聽到啊 不是正在哭啊 所以如果你聽到 第一個請你用heard 他有一個原因 因為昨天 第二個 他聽到他哭了嘛 所以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後面就用cry 記得用heard 就不會去世喔 再來第四題就不一樣 第四題就不一樣喔 林先生在看著Kevin玩棒球 你看喔 第一個是正看著 所以第一個 我這裡已經用watching了 我加ng了 所以這個時候 既然他加ng 所以我的後面 我基本上也一定用ng 所以這個時候記得 我不要再有to 不要再有什麼ed 沒有 雖然句子不能用shambe 可是感官動詞 他是一個特殊的動詞 他後面就是直接接原型 或是直接加ng 所以第一個 前面如果是iswatching 後面就請你一定用play 而且連is都不要寫 我曾經看過你們寫兩個is 兩個ing 不用 那個iswatching是正在看 那看他後面那個獸格 那個補欲怎麼樣 直接一下原型 或ing就好 好 再來往下喔 下面我們看到tom 滾了doris ok嗎 誰親誰 如果以這個圖片來講 我覺得這是姐姐親弟弟啦 可是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叫we saw Tom kiss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答案是a 沒錯 再來i feel the house shaking 為什麼加ng 對正在發生 我當時喔 我當時真的有發現 所以之前答案選b 沒錯 我是給你們選擇題啦 可是因為你要記得沒有to 沒有s 沒有ed 沒有ing 就是原型化ing就好了 要有ing啦 所以再來最後一個 she listened to Helen to sing sing 對ing也對 不是ing至少你用原型也行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 a可不可以 a可不可以 對啊 沒有人啊不對 我沒有跟你講一定 我只是這裡跟你一個ing啊 所以剛剛的第六題答案哪一個也對 a也對喔 第五題哪一個答案也對 b也對 所以每一題它都是兩個答案 我這裡只給你一個 可是你要知道七殺加ng 也行 他服藥ng也行 所以每一題其實都是兩個答案 好感官動詞的部分 來再複習一次 感官動詞呢 看他可以用在補語 所以補語就是補充說明啦 補充說明那個受文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呢 有兩種 一個是ing 一個是原型 所以這個朝上去 原型就是事實 現在分詞就是正在 好了 所以兩個答案 你可以是原型 可以是ing 只是考試 不會兩個都給你 一定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不要加2就好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不要加2 因為我發現你們會習慣把2加上去 沒有喔 然後也不會加1d 也沒有s 就是乾乾淨淨的 原型就好 好 那仔細看 第一題 要請你寫上去 What did you see 你看到了什麼 講I soul 沒錯 然後勒 Long 你的獸格是誰 I saw the cat 好我看到這隻貓 這隻貓在幹嘛 在clean 對不對 口是clean 你是clean Excel 沒錯 所以記得我們剛好順便把下一個 要上的文法 把它寫上去 為什麼是Excel 因為我強調這個獸格本身 所以我看到這隻貓呢 正在親他自己 正在把自己洗倒 So I saw the cat cleanning 或大家你也寫clean 可是像Excel 那個Excel呢 指的就是這隻貓 好再來第二句 What did you hear 你聽到了什麼 講I 怎麼heared 他這個字不念heared 對 他念heard I heard Peter 那Peter的後面呢 你聽到他 說你在做什麼嗎 所以叫做 I heard Peter Play 或者是play it 了 記得 我要複習的就是 約7前輩一定要加了 那drum呢 看起來不會只有一個 所以心裡drum加s I heard Peter Play 或者playing the drums 再來第三句 What are you watching 小心 因為我加ng了 所以我這樣加ng的時候呢 我後面的答案 應該合理要加什麼 ng I am watching the students 所以這個我就不介意你寫 當然文法不算錯 可是我還是要提醒你 因為你既然前面是ng 我們通常後面的確是ing比較多 只是感化動詞 他會跟你說他原前ng都對 也不算錯 好這個是那個感化動詞的部分 好不好 好 等我們一下